3月16號 台南跟三重這兩個立委補選 大概之前很少人會想到 竟然進行到這麼白熱化的階段 然後當然民進黨在這兩個地方 也都是派了重兵 一定要鞏固這兩個地方 當然民進黨主席卓榮泰 就去幫了余天去輔選 但是他輔選的時候 他講一句滿特別的話 他說國民黨主打土包子的議題 只是臨時不入流的訴求 可是問題是南北包子大串聯 甚至全球包子大串聯 當初就是因為 你黃崇燕那句話之後 民眾自動自發的起來 做這樣的一個串聯 不是國民黨發起 國民黨只是跟在後面走而已 現在左動態繼續再去吵這個話題 對民進黨來講是加分嗎 還是你這個哪壺不開啟哪壺 大概余天聽到之後 就幫他緩夾說 包子是庶民美食 發包子是給有需要的民眾吃 這是好事 他自己也坦承說 這次補選真的很艱難 表示他自己也知道 這次真的不好選 但他的太座李亞平致辭的時候 講的話就更特別了 他說我們經費結局 要發只能發饅頭 包子都發不起 我們只能發沒有肉的饅頭 然後接著炮轟 去年九合一 一些小丑全部當選 我知道他是想要 酸國民黨這些人 但是鄭文燦 黃偉哲也都當選了 他們也是小丑嗎 最後被流彈 這個地圖炮開太大 流彈打到自己人 當然現在真的是全面化 白熱化 所以鄭世偉也表示 他號召三重土包子 每天再發500個包子 然後一直到投票日前 今天還找來了 立委許淑華 省力女超人 陪同掃街 雙方顯然都是拚上了 台南這邊也是非常的火熱 除了一些大咖 包括崇龍泰也去了 陳其邁也去了 賴清德更是連續三天 都在台南這個地方 幫郭國文掃揭助選 當然他也知道 如果說這一次台南失守的話 可能對民進黨的未來相當不利 那立英德也喊出說 要保住郭國文這一席 民進黨才有希望 那謝龍介他反而打另外一場選戰 他除了去煎絲木魚 吃滷肉飯 然後帶一些攤販 賣水果之外 他昨天又穿了古裝上節目 跟台語主播PK台語 跟挑戰當台語一日主播 所以各方都出盡全力去打 一個立委補選 能夠打到這麼火熱 大家都死掉為己 3月16號 其實說起來真的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認為說 如果國民黨真的拿下台 能夠三重之後 可能證實韓國瑜的實力 真的影響到全國 他就可能真的會出來參選 這邊要勸一下 這個是謝龍介人 打扮成這樣差點認不出來 我們可以看到 賴清德整天都在幫郭國文掃機 行政院長卸任之後 自己背著麥克風在市場裡頭 幫郭國文拜票 這也是非常的認真 這個賴神 還有龍介仙 神仙 終須一絕 這一絕到底能不能夠讓台南翻盤 其實對賴清德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的考驗 就是他卸下行政院長的光環之後 還有沒有失之的影響力 而謝龍介在這麼綠的地方 能不能夠翻盤 寒流在這裡對決 所以這裡也是一個總統級的選戰 沒錯 我先回到剛才那個民調 其實剛剛大家都提到說 兩階段 兩階段 但是這感覺上好像 整個忽略掉國民黨內部初選出來 不管是誰 反正就一定會兩階段的樣子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就是說可能要 所以會不會兩階段是看選出來是誰 不是 我是覺得要想到一個就是說 國民黨的初選完之後 我覺得最關鍵的是韓國瑜 他支不支持那個初選出來的 那一個候選人 這個態度我覺得是會影響到 那個氣勢的 所以韓國瑜現在心裡有支持誰 跟不支持誰嗎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說今天國民黨 走了四個月的初選 假設到6月底選出了 這個初選出來 不管是哪一位 韓國瑜他要不要表態說 他支持黨初選制度出來的候選人 他之前已經表態過了 他一直都這麼說的 如果他表態要支持 在那個時間點 可能就會有一些變化 那個民調上一定會有一些變化 你說韓劉又要加持到 這個初選出來的候選人身上 對 因為你定於一軍以後 一定會不一樣 定於一軍之後的政黨對決 環境是不同的 柯P要不要選 柯P一定假定他要選 我們必須假定他要選 所以在那種環境下 我覺得6月份 勢必會有一些關鍵性的變化 現在講到底會不會進入到 所謂二階段的第二階段 那個徵召也好 PK也好 我覺得是關鍵在 第一個就是 初選制度出來的人是誰 第二個 韓國瑜他是不是在那時候 很明確的表態 我全力支持到底 挺到底 那個會影響到 整個時局的一個變化 柯P我是認為 你就假定他要參選了 可是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假設這個5 6月份 人選出來之後 韓國瑜說他支持他 但是支持了很久之後 他的民調還是輸給柯文成 如果那個民調還是輸的時候 那個才有可能進入到 我們一直在講 不管是徵召也好 那不就是換什麼的概念出現了嗎 剛剛在講的就是這樣 但是剛剛講的是有點 好像一定會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這個部分 可能在6月份 會有一個滿關鍵性的時刻 我們必須要去觀察 而且那個時候 韓國瑜的態度會很關鍵 再過來 韓國瑜在那時候的氣勢如何 那就不知道 我們就來打一個問號 回到 你對於說他可以加持鄭世偉 也可以加持謝龍健 也可以加持接下來提名的那個人 當然 因為他的態度 絕對是關鍵 除非他心裡自己想要選 如果他心裡自己想要選 然後只是說現在不表態 要等到國民黨的初選完之後 當然又會影響到 這一個人他的氣勢能不能上來 昨天我剛好也去市委那邊 紅衛有去 我是下午 所以你們都吃到包子了 沒有 我是陪他車隊掃街 他昨天是第一次車隊掃街 你是市場 對 車隊掃街 他說他這個是第一次車隊掃街 以我們車隊掃街的經驗 昨天我陪他掃了兩個小時 民眾的回應的眼神 主動比的手勢 主動來打招呼 我覺得起碼五五波是不為過的 以補選來講 因為補選一般來講 要破四層的投票就很困難了 但是我跟他討論 我覺得說 昨天我們以選舉經驗 我們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市委他的聲勢是起來的 特別是經過了上禮拜那一場之後 其實對方一直都看扁他 對方也都低估他 認為說這個臨時 又有小球要選上 對 所以我覺得余天 他們的態度 還有卓榮太太的態度 感覺上真的是有點輕敵 而且認為說 這個要選上沒那麼簡單 三重這個地方 我們耕耘那麼久 你臨時就要來 但是其實我昨天看那個現場 民眾的回應 不管是老的 少的 男的 女的 經過市場大家的一些反應 很多主動出來比這樣 二號 我覺得那個關鍵密碼已經出來了 就是二號 所以我覺得 我跟他陪他站完吉普車之後 我看他那個心情也不錯 而且那個整個信心都有上來 一開始市委 其實他在打這一場的時候 一開始我覺得他信心是有點淡淡 就是覺得這不知道贏了 但是後來他經過這一場 幾場的造勢 還有大咖的加持 還有他自己也滿勤走的 他早上都去站街頭 然後現在每天都拜訪菜市場 然後每天排車隊 接下來還有一堆的這些 大咖去幫他加持 包括他自認都會 所以我覺得他後事的確會看漲 所以你看他們也開始緊張了 卓榮太他們都開始緊張了 然後台南 台南是已經把賴清德綁在那裡了 他搞不好 連北上來支援的空間都沒有 因為龍介兄太厲害了 然後他們也很有緣 他也沒有想到說 他在卸任 還要對決謝龍介 還要對決 他永遠逮不了謝龍介 本來想說已經離開台南市議會 離開台南了 不用受到市議會的監督了 沒想到居然卸任院長之後 還會來台南服務員 對上來還是謝龍介 可以 海角追到你 永遠追到賴清德 當然如果這樣子來想的話 會不會以後 謝龍介到立法院之後 賴清德會不會到立法院 又回國當行政院長 還就是回國到行政院 不知道 但是謝龍介我們覺得就是說 他這一席 其實他的環境 可能搞不好是比市委還要堅困 如果以上一屆的得票比例來看的話 但是謝龍介他也成功了逆勢反轉 到現在我們所聽到的一些賭盤 幾乎都已經PK以上了 所以我覺得這兩個選區 反而現在我們看起來 熱度炒上來了 這種選舉已經不是立委級的選舉了 你看他們那個造勢 都超過兩 三萬 四 五萬 那個哪是立委 立委如果成立大會四 五千 就已經100分了 你說那天三萬 兩萬 然後謝龍介的廠介也三 四萬 那個都不是只有立委層級的選舉 那都已經到縣市長級的 甚至比那個還大 為什麼會這樣 你不能夠低估韓流的效應 韓流還有韓粉這些 他連帶上來的 所以你說這個補選完之後 到底對韓國瑜本身 他將來考慮 不要說他考慮 外界對於他 或者期待他參選總統這件事情 我認為是會再提高